两会评一起评一起评 大家好我是浩阳 日前美国总统拜登发推特称 自己的一条牧羊犬去世了 不少网友送来安慰 但其中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身影却格外刺眼 蔡英文留言称 来自一位动物爱好者对另一位动物爱好者 我为你失去感到遗憾 留言很短 但网友们的愤怒却十分高涨 有网友怒批 你会为那些因为你的失职而死去的台湾人感到难过吗 台湾每天因为疫情死亡这么多人 我怎么不见你发表遗憾呢 也有网友用英语怒批蔡英文马屁精 作为台湾当局的领导人 面对岛内视同野伙伴的疫情 蔡英文到底在忙什么呢 到底在关心什么呢 台湾疫情已经造成了近600人死亡 从没有见蔡英文为某一个死者哀悼过 有观点指出 自我降肿的哀废 羞辱了所有台湾人 甚至侮辱了所有东亚人 香港一人向左在微博 痛斥中国台湾省所谓的省长蔡英文 人家一只狗死去跟你有什么关系 而且你觉得人家会在意吗 有理会过你吗 请你注重下我们中国人的形象 这样一个争着为别人家死去的狗流泪 却对自己治下不断死去的人民冷漠以对的领导人 有什么资格决定2300万台湾民众的命运呢 这样的执政党有什么资格决定台湾的未来呢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